大家好 进入了6月份高温多余的环境下 使各种病害的传染性 还有防止非常快 在5月份的时候 也跟大家分享过 使用这种本甲笔座纸 给它喷洒叶面 预防黑斑病 叶斑病等等的这些病害 但是有些花友不相信 不听劝 然后就用了这两盆杜尖花 做了一个测试 现在进入了6月份 给大家看上 这两盆杜尖花的长势如何 我们先来看上 这一盆就是使用了 这种本甲笔座纸 给它喷洒的 看上这个叶片 非常洁净 没有任何的斑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上 这一盆没有给它 喷洒过任何的药物 看上这个叶片 逐渐的出现了黑色斑点 像这种就是黑斑病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给它喷洒杀菌药的话 那么它的传染性非常快 导致整个杜尖花的叶片 慢慢的全部出现了黑斑病 严重的话就出现了 大面积的掉液 虽然这颗杜尖花叶片 没有出现任何的斑点 但是在这个病害的高发期 我们也不能掉以清晰 还要继续的给它使用 不然这些药效果了 也是很容易养上病害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 给它使用一次 我们取一粒小胶囊 然后把这些药粉给它撒到500毫升水里面 用晃均匀 然后就直接给它喷洒 记得像这种没有病害的 我们一个月给它喷湿两次就可以了 如果像这种已经染上的话 我们七到十天给它喷湿一次 而且要在下午的时间段给它喷湿 这样这些叶片的气孔 基本上都已经蒸开了 我们给它喷湿 就能让它直接的吸收 才会起到最佳的效果 这种本甲笔座植 主要它是内吸型的 有效的渗透植株体内 把植株体内的病原菌 有效的沙面 而且它是低毒的 在家庭使用 非常方便又安全 好了就这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